這次開 開 背著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把 這個 水管的水管 其實應該是 丟他的水 給他 用出來 還有今天天氣有點陰 丟他的水 丟出來之後 再把剛剛 放進去的 還是一樣 照黑水箱 先沖 出來的水 就是乾淨的 乾淨的水 這次就是把黑水箱 給他洗乾淨 對,黑水箱裡面 剩下渣渣部分 我們有丟溶解 進去 那個溶解 那些溶解 可以溶解 瀑布啊,還有那個 衛生紙 一方面可以消毒 黑水箱的一些 病菌 新菌 然後呢 倒之後 再把這個 水管 他說會有一些殘留 把它 撈過去 好 撈過去,乾淨之後 現在 現在就是 確定 確定都沒有任何水聲了 把黑水箱的水閥 關起來 現在就是開始沖 灰水箱 灰水箱 灰水箱這次的水應該就是更乾淨了 經過這樣子的 Fush 它就是可以 把 裡面的水箱 啊 下次 灰水箱就是有 洗碗機啦 洗碗機 那一些 我們洗碗盤的那些油汙啊 希望都能夠 給它沖洗掉 沖洗乾淨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離開的最後程序 就是 這叫Fush 因為其實 如果在 比較高 高級的 那種RV PAR 它是可以 可以就是有這個下水 每個位置都有這個 這個就叫下水 你可以直接接這個 但這邊就很明顯沒有啦 沒有的話 通常野外的國家公園營地 都是沒有這個下水服務 對啊 就每一個營區營味 所以呢 啊 我們在Amazon 訂了一個 小的15加輪的那個 黑水箱的那個 那個Tank 到時候呢 我們就是可以 把水 往這邊 流過來 對啊 好啦 就是水箱 放乾淨 之後 這個 管道也 沖洗乾淨了 還是給它 一撈 一撈 把水管裡面的水 再次 撈過去 撈乾淨 好 然後 再把水管 關起來 好 好 這隻蝦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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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盘口一定要爬水,一定要用好 因为花果呢,它是属于比较旧款的 所以就变成说,它要这样子从下面 这个头比较小 这个头比较小,所以呢,才可以从这边下去 甚至我跟那个RV的老板用很久才把它装下去 不是很好用 是不是要对准那个角度才可以 对,要对准那个角度 好了,然后再把那个开关给它 关起来 好,搞定了,这个就是铺 啵啵啵的款 喔,记住 光滑它 这样子就不会流出来 你先给它卷才关呢 先给它卷才关 不要好收嘛 不行 不需要